大家好,我是去聊西游 我们说到西天取经团队经常会脱口而出师徒四人 其实除了师徒四人以外 还有一位成员,我们也不能忽视 他就是小白龙 我们这里要讲的不是王伯昭饰演的白龙马 而是唐僧骑的那匹真正的白马 剧组在六年拍摄中一共用了五匹白马 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分别曾在哪一集中出现过 在第五集猴王宝唐僧里 剧组的第一匹马是在海南部队界的 但是他们那里没有白马 只有一匹枣红色的马 最后还是剧组把人家用白气刷成了白色的 剧组要在福建拍摄获启观音院 镜头里又要用到马,没有办法 剧组又到附近的部队去借马 这一次还算不错 借到了一匹像样的白马 不但高大威猛 还是一位老演员 他曾在倪平主演的电影《梅岭星云》中出过境 在湖南张家界拍摄《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剧组又要为马发仇了 于是杨岛派李承卢去找白马 李承卢费尽周折 终于在湖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 找到了一匹白马 不过这匹马的个头有点小 王月骑上去双脚基本都碰到地上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集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唐僧骑过马 西游记剧组要去泰国拍摄天竹 收玉兔和波声极乐天 人可以过去 但是马不能 于是他们又在泰国找起了马 不过这次很顺利 泰国军方听说拍西游记要用马 就把最高大最漂亮的马 借给了剧组 所以这一集中 我们看到的这匹白龙马 比平时的白龙马要高大壮实了不少 最后要说的这匹马 其实才是跟随剧组取得真经的白龙马 杨洁导演在经历过几次戒马以后痛下决心 要拥有属于西游记真正的白龙马 于是在内蒙古西林浩特 拍摄《毕马温天公放马》的镜头时 特意挑选了这匹白马 谁能想到 不光唐僧换了三个 就连他们骑的白马也在不停更换 可见当时西游记拍摄的过程有多么艰难 就算这样 台里的一些领导当时 根本不同意杨洁导演买马 他们认为杨马成本太高 还是随用随接比较好 但是杨洁导演铁了心要买白马 还与他们大吵了一架 最后在杨洁的距离力争下 这帮人终于点头允许买一匹马 这些人不懂艺术 还总是跟着瞎搅和 我敢肯定 说这些话的人当时一定是一手端着茶杯 一手拿着香烟 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嘴脸 说出的这番话 想想都恶心